青青妹妹我们可是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是啊 唐哥哥这次你们回来还走吗 不走了 如今我爹不能跑标了 准备定居桃花村 唐小子要不要尝尝 哟 这小子可以吗 他从小跟着我在标局长大 他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教他好的 别看他笑 酒量比我还好 这么厉害 难道就没有醉过 倒也没那么厉害 被灌醉了几次 不过这小子酒品还行 醉了倒头就水 不吵不闹 紧小子这身板真结实 一看就是 从小练过功夫 怎么没有紫成副业继续做标诗 虽然近几年风调欲顺 路上山贼土匪也少了 不过始终还是有危险的 太辛苦了 不想让他再过这种生活了 爹 我好歹还有个炮制药材的手艺 虽然不能当大夫 但是最起码能养活自己 唐哥哥 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你 这么有本事了 可是青青只会绣花 有一门手艺挺好的 咱们桃花村山多 里面的药材可不少 以后 靠卖药材也能过上安稳日子 我从小就在标局长大 伸手自然没得说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等以后买了山 就一边打猎一边挖药材 东霖 我听你爹说你也在码头支货摊了 小打小闹 也是混口饭吃 村里如今有闺女的人家 都盯着你家东霖呢 再过两年估计门槛 都被媒婆踏平楼 不着急 孩子还小还没到 开窍的时候呢 堂兄 如今 这村里都没人卖田 你真不如卖山算了 我们来已经商量好了 过几天就去办手续 请上点人把荒地好好养养 行 到时候咱哥俩一起赚银子 一大早 叶家的房屋上 就有喜鹊在叫 看来这叶家是要有喜事了 叶婶子在家吗 谁呀 大早上的就来串门 呦 这不是王媒婆吗 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喜事啊 你家的大孙子 马上就十七岁了吧 再有两月就到了 你今天来可是有好姑娘 要给我家东霖介绍 那是自然 房家村的王家 你知道吧 就是去年刚建了新房的那户 听到这话 叶老太太瞬间来了精神 知道 他们家小闺女 那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 王老爷子和王父 那都是有名的木家 家底相当的丰厚 哈哈 那姑娘十分挑剔 多少好小伙盯着呢 可王家就看中你们家 东霖踏实能干 你们两家家境相当 算是门当户对 王家姑娘 人品是不错 我见过几次 就是我家东霖和那姑娘 都是主意大的主 就怕以后 俩人相处起来天天吵架 不成不成 叶母性子软自然不希望儿子 娶个泼辣刁蛮的媳妇进门 婶子呢 你们是想找啥样的孙媳妇 我也好给留意留意 俗话说得好 贤妻忘三代 只要姑娘人品好 性格好就行 最好爽朗大气一些 敏感多疑 或者小家子气的就不合适 那家境和嫁妆方面呢 家境和嫁妆 我们不做要求 行 我记下了 要是有合适的姑娘 我再上门 刚才看到王婆娘去了叶家 你们说是哪家的闺女 看上叶东霖了 叶家的家境好 一家人都能干 那叶东霖自从下雪 就一直在码头摆摊 也是个有上进的年轻小伙 盯上的人自然不会少 也不一定是为叶东霖说美的 盯着叶青青的人也多着呢 青青丫头整天在屋里做绣品 娶回家也是当大小姐的命 我才不愿意娶这样的大小姐过门 你家大孙子愿意娶人家 人家还不愿意嫁 也不看看你家啥样子 还嫌弃别人 你年轻时看上叶老爷子 人家不愿意娶 该不会你现在还记恨叶家吧 少在那胡说八道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 你们就别在这乱嚼舌根了 该干嘛干嘛去 真香啊 儿子你闻出什么味道了 燕蘑菇炖鸡汤 里面放了好多大料 儿子呀 明天上山打猎吧 多打点猎物送去叶家 我们父子也好去蹭饭吃 可以呀 下午我们就上山 我是真的一点不想再吃烤肉了 婶子 这些野鸡和兔子 是我和井小子在山上打的 我想用这些猎物做报酬 过来你家搭伙吃饭 粮食我们自己准备 以后家里的肉 我们父子俩全包了 我家人都哪能让你把肉都出了 那不是占你便宜吗 你就把粮食拿来就行 其他的大婶出 那多不好意思 婶子那我们父子就占您家个便宜 叶老弟没在家吗 他今天一早就去县里卖乳肉饭了 叶老哥这生意越做越大呀 成天虾忙活赚不了几个钱 哈哈 大婶您说笑了 谁家能随便倒顾两下城村里的大户 中午就在这里吃吧 不了 我和儿子准备去县里买点豆粽 我们就先回去了